你知道杭州人小时候最爱吃的一种美食是什么吗? 几代人都会给出一个相同的答案,那就是油墩子。 清晨,江南水乡的小巷中,弥漫着淡淡的炊烟和食物的香气。 油墩子,听起来朴实无华,但它却承载了几代江南人生活的记忆。 制作油墩子并不复杂,只需要将萝卜丝、季菜、豆腐丁等制作成馅料。 裹上用面粉,鸡蛋和白胡椒粉混合的面糊。 放到油锅里炸。 瞬间一个个金黄的油墩子,漂浮在滚烫的油锅里,散发出难以抵挡的香味。 刚出锅瞬间就被食客们抢空。 刚出锅的油墩子十分的烫,就这样食客们也要几口把它吃完。 而油墩子的来历也十分传奇。 据说,有一次,乾隆皇帝南下前往浙江巡视,隆州行至苏州唐家湖。 由于遇到大物迷航,来到了湖中的成敦岛,鸡肠鹿鹿的众人只得到岛上有一座寺院落脚。 寺院的方丈没有任何准备,只得叫烧火和尚用糯米包进豆沙线,放入油锅中窜制成点心。 映着头皮端给乾隆,乾隆击不择食,吃后大为赞赏,就问此味何物。 由于是第一次做,没有名字,乾隆见此物酷似大殿菩萨香岸前的蒲墩,就把它起名为油墩子。 油墩子有三种,甜豆沙的,荤肉的和素萝卜丝的。 而杭州人偏爱这第三种,对于很多杭州人上下班和上下学的路上,都要顺路吃上一个。 香脆可口的油墩子十分便宜,五元钱两个,却能承包味蕾一整天的幸福。